很多朋友买了口碑很好 价格很贵的保养品 但是擦了却无感 只能安慰自己说擦了个寂寞 专家指出啊 问题其实出在卸妆 关键在于你的脸 有没有卸干净 现在空污真的很严重 加上很多人会化妆 如果妆没有卸干净 会导致毛孔粗大 黑头粉刺的增生 所以要让保养品好吸收 妆一定要卸干净 真是肯定的一定要卸妆 台湾的碳排放量年年升高 忠孝东你走一次 你就会发现擦起来都是蓝蓝绿绿的 这个蓝蓝绿绿的都是汽油的颜色 所以即便没有化妆 一定要卸妆 维持皮肤健康的根源就是清洁 再来要选择温和的洗卸产品 毛孔彻底清洁才能深呼吸